說到這裡 5060年代 雖然是不太恐怖的時代 但總是後來 整體不接受 不然我們的造成理又是家在 家在那當時是台灣 我們還不是共產主義的國家 我們還會有起碼的自由發展 經濟 60年代 台灣開始經濟發展 當然台灣的經濟發展 是受到美國、美媛的影響 我們知道美國在5月1日開始 提供台灣15年的美元援助 總共年15億的美金 大約11億台灣的財政恥利 所以在台灣的經濟有很大的幫忙 由美媛做基礎 台灣的經濟發展 在19香港以來 以共產國內成為民主 經濟發展 所以在這時候 就香港要去 洪潔、食品、家庭、合辦、美料店 經過5控制 我們就來後來的市場後 到1960年來的台灣的經濟發展 開始以特定發展 我們在經濟 這時候 將會進口來的政權 專用努力進去發展 都會有的經濟發展 所以5060年代 台灣工廠發展 工廠發展的結果 很多農村的努力 開始向渡市集中 所以上次說工商發展 都是吸收了農村的勞力 所以台灣逐漸由農業社會 邁向工商業社會 1963年來的 台灣的戰後台灣的工業生產 超過農業生產 1960年那一年 所謂的獎勵投資條例頒布 所以這都是台灣工廠發展的結果 很多農村的校路 來到土地 我們現在看到這張道 是高雄加工出口區 很多農村的校路 都拿來做作業 我說他們為台灣的工商發展 奉獻出了青春 說到校路來到土地 跟唱作歌的這個過程 大家可能已經選了一首歌 叫做高雲 雖然這首歌是原曲 甚至本曲 但是透過我們 鄭林老師說下一次 把校路從東川去土地 找頭路的過程 寫到匯以上的生路 我們現在有人要請自然 來聽我們唱這首歌 高雲的過程 喜好 請求海北 請求海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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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